台積院今天上修了全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到百分之三點七一 比上次預估的百分之三點四九增加了零點二二個百分點 主要原因呢就是看好了民間投資意願增加 至於HTN9疫情的影響 台積院表示呢目前只有一個個案 短期的衝擊很有顯 目前感覺起來是心理的恐慌 或者是對金融面的衝擊可能在第一波會浮現出來 對於我們的觀光 對於我們的客運航運這個部分來說 可能會有稍微有一點影響 但是它有好處對於我們的生技類股 或者是我們做一些醫療用品的廠商 可能對於它的股價是有一些極大激烈的作用 所以目前感覺起來金融面比較多 實質要去影響到產業面 我想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